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文怡 欢迎收看今天台湾新思路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不讳言地指出 2024年一年之初全球的焦点就在台湾 而关键就是政治两个字 因为2024年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多选举的一年 从一月份的台湾开始一路到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 总共约有42亿人口的国家将举行70多场选举 首次超过全球的一半 而各国新任的执政党将牵动全球的震惊情势发展 但不论时局怎么演变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一个强调政府与国家的世界观正在成形 而这衍生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家园经济学 这是英国期刊经济学人在2023年10月份 全球版封面故事的标题 这五个字顾名思义就是在自家门前 主起高墙发展产业 将成为2024年全球震惊新游戏规则 而根据天下杂志的一项调查 在台湾有2000位CEO当中 有高达了67.6%的企业主 对2024年的全球景气感到悲观 其中排名第一的原因就是地缘政治 同样也有超过六成的企业家 担心两岸五年之内会开战 其恐惧更胜于一般民众 但这不只是台湾的问题 因为地缘政治 当欧美纷纷以国家安全为由 走向极端的保护主义 同时寄出大规模的补贴政策 扶植自家产业时 高度依赖贸易的台湾该如何自处 带您从不同层面找答案 它是一个折叠款的 它是能够很轻巧 那可以很方便的攜带 这是一家位在新店的电子公司 本业做的是磁性元件 然而在镜头前 他们秀出的却是最新跨入的 无线充电产品 而问题是当产品的产地 是来自中国的东莞工厂 如果要卖到美国 第一件事先被抽掉25%的关税 联保目前已经有布局做 第二代的系2.0无线充电模组 那它是主打是比较轻薄短小的 让它能够更方便地去导入到 其他产品应用领域 让它可以跟其他的产品做整合 这家创立35年的公司 有高达9成客户都来自网通业 但在中美科技战爆发之后 有越来越多国家禁用中国设备 产能布局在中国的网通产业 也受到影响 要卖美国会被扣中税 只在中国市场又被收限 但这不只是现在 而且极有可能是未来的新经济定律 美国的客人会有这样的要求 那对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并不是因为客户的要求 我们就是去做一个设厂 本来要有第二顶工厂 一直都在我们公司的规划当中 那我觉得这个目的就是要提升公司整体的竞争力 所以我们有考量是在泰国 从深圳整个签到东莞 一年内所有东西全部approve 然后订单没有掉 业者过去就曾经有签厂经验 如今选择扩大布局 以台湾作为研发中心 车用产品及客制化产线 则转到泰国为主要基地 毕竟这几年许多客户纷纷都要求厂商 必须要在两岸之外 新辟第三个生产据点 不然就会转单 应应当地的车用市场 那我们的布局也会是以日本日商公司为主 那从日本去做spec in 那去做开发 那可能就是配合日商客人 他在可能在泰国交货 那第二个就是无线充电器 这一块的部分就在当地直接生产 自动化生产 那直接出口到美国 这段话不难理解 那就是短链趋势 从2018年开始几乎成为 全球企业都得奉行的圣经 而这样的短链趋势 在2024年会越来越明显 甚至被拆得支离破碎 因为除了赚钱 他们还得顾虑到国家安全 在2023年10月 经济学人认为就是所谓的家园经济学 全球的一个产业供应链 还有各国的一些产业经贸规则的 在重新制定盘点 那它可能变成是一个区域化 那这是区域化的一个过程 可能当然它相对于全球化 它是一个破碎状态 简而言之 这是在地缘政治底下产生的保护主义 主角不再是市场而是国家 大致能源转型 晶片战争 小道 生活成本 消费行为 不再是商人说了算 未来都得靠政府来出手干预 象征过去40年来 主宰全球经济的自由贸易 正在退场 最明显的例子 是来自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所提出的新华盛顿共识 拜登刚上台 就已经有提到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只是苏利文把它变成了新版的 叫新华盛顿共识 里面强调了政府适度的介入 某些的关键产业是有其必要的 灵活的调整你的供应链的分布 规避掉安全风险下的锻炼可能 新华盛顿共识 就是将过去产业供应链 以成本跟资源为主要考量的布局 重新打破 它包含了两大精神 第一 外交跟贸易政策 必须创造国内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 第二 经贸投资必须要兼顾国家安全 像是未来 美国跟欧盟都将把提升劳权跟探权 要求整合到外交贸易中 新华盛顿共识里面 强调的韧性 强调的永续 这些都是在这种的概念之下 也就是当安全议题 它的威胁性升高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要有所准备 不否认它的确有一些去全球化的情况存在 这个地方是我们做螺丝的开始 这是我们的前置层 层形的部分 来到高雄 这里是全台最知名的螺丝重镇 当地聚集了上百家工厂 不到一公分的碳钢线 可以做成各种不同尺寸 还有长度的螺丝 从颜色 外观到功能都能客制化 经过特殊电镀 还能确保长时间日晒雨淋也不会生锈 高品质的台湾螺丝 成为各国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大工程 而一颗小小螺丝钉 每年可卖破千亿元 让台湾成为全球第三大螺丝出口国 美国跟欧洲就是重要的输出市场 但受到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 这家螺丝工厂决定从2024年开始 到越南扩厂 产能预计600到800吨 占总产能的三成左右 毕竟它在东南亚 它离中国还并不太远 生产的东西它既可以输往中国大陆 那也可以输往美国 这个等于是说它为了要兼顾 美中的一个两个市场 台湾这边的人力 要怎么派到这边去 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毕竟我们这产业就是都比较传统 透过自动化产线来减少人力需求 成为许多产业不约而同的做法 而其实这也正是新华盛顿共识 所强调的重点之一 越南设计的工厂 其实我们也是跟台湾设计的方式是一样 就是说还是用很多的自动化 还是用很多的减少人力的一些设备 然后让这整个制造工厂等于是比较智慧化一点点 全球是不是只有人才短缺 你甚至劳工都是短缺的 所以势必要走上全球的自动化 那你才能提升你的效益 除了供应链重组 新华盛顿共识还特别强调 因应气候变迁的减碳作为 更进一步促使了许多产业选择接近市场来生产制造 运输其实是一个难大的碳人来源 或许会是推动整个制造业 往他们这个市场端去生产制造的一个原因 全球贸易规则砍掉重练 虽然让企业面临了重重挑战 不过专家认为这对台湾来说还是有好处 很多的区域贸易协定 Mega FTA其实都是有意大利面碗效应 也就是你在碗里面可以享受游轨 碗外的就没有嘛 那台湾在这么多碗里面 我们都没有一个碗 假如能够适当地运用当地的资源 其实你符合原产地规定 那你就可以享受那个FTA的关税效应 所以台商其实危机就是转机 俗话说商人无祖国 但当未来的世界你不只要爱钱爱员工 还要爱国家爱地球 是以至此这场全球经济的新游戏规则 正等着最具弹性的台湾商人发挥创意来解体 透过上一则专题我们发现 未来的世界将会分崩离析 拆解成不同的阵营 这也引导出我们下一个主题就是核电 原因是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当中 有22个永和国家提出 在2050年将核电产量增加三倍的永和倡议 但这个声明引发大量讨论 因为就连美国跟日本都承认 核能在达成碳中核的目标上 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于是在2023年 小型核电厂SMR更加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其他的专有名称叫做小型模组化反应炉 顾名思义就是让核能走向小型模组化 甚至可以透过工厂 跟汽车一样大规模的制造 来降低核电成本 而这个被称为未来第四代的核能技术 吸引了美日英霸等国关注 甚至着手兴建 它能改变气候危机跟核废料问题吗 来听听它的支持跟反对者怎么说 这个反应器它的功率只有两个百万 所以它其实可以分类上面 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种小型反应器 来到清华大学原子科学院 这里有个全台唯一的 彭中子捕获治疗中心 全球许多M患者都曾经跨海来台治疗 而中间的黄色机器 就是小型核子反应炉 跟核电厂一样 都是利用核分裂产生中子 主要是用来做医疗的用途 它其实并没有发电的用途 但原理是一样发电用 那这些能量就会拿来加热那个液态水 然后让它变成水蒸汽去驱动气温能机 然后来发电 这边有四根土黄色的柱子 这个叫做控制棒 水池底部存放着燃料棒 当中子跟右反应会诱发核分裂 放入控制棒时就能够吸收中子中断核反应 整台机器看起来就像一辆气重机大小 而这样的迷你核子炉 有个正式名称叫SMR小型模组化反应炉 目前成为核电新趋势 小型反应器的发展在未来它就是个趋势 因为它的安全性很高 传统核电厂被称为第三代核电 装置容量约100万千瓦 成本动辄百亿元 建置时间长达数十年 炉心的高温得靠电力系统来冷却 第四代核能SMR最高只有30万千瓦 发电功率小 标榜可以自然对流降温 就连国际原子能总署都背书SMR的安全性 我们讲福岛的意外事故 就是因为现在是大地震 然后后来海啸来了 这个紧急用的柴油发电机 全部被海水淹没 所以厂内就丧失所有电源 所以炉心就没有办法用水去冷却 所以就造成炉心溶毁 福岛电厂因为地震海啸断电 无法及时引进纯水来降温 导致炉心溶毁爆炸 这是传统大型核电厂最让人害怕的地方 而SMR能够在工厂大量制造 在运送组装 建置时间短 造价便宜安全性高 是最大的优点 这也是传统核电的最大瓶颈 因此如今许多的核电厂都在走向一个字 小 可以在工厂就把这个电厂绝大部分重要的组件都做好 运到这个长纸的时候把它拼起来就好 有点像LEGO 建厂的成本可以控制 比较安全 所占的地的面积比较小 所以你有可能把它盖在工业区里面 不过SMR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 尤其是发电成本 美国就有能源公司估算 SMR的成本是105到135美元兆瓦时 比起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发电都还贵 新创公司New Scale的SMR计划 也一度因为发电成本太高 跟州政府中断合作 美国这个New Scale的投资 然后它跟一个地方政府签了约 但是因为后来投资过高 那个地方怎么放弃 所以我们不想再支持你研发下去了 这次终止的是Idaho那边 New Scale手中还有其他的计划正在执行 这个也不代表美国就不发在SMR了 美国有两个机组在建造 Bill Gates它也有一个机组 目前在积极的 它已经完成了这个概念新的设计 马上要进入到示范电厂的新建的工作 而具有高辐射危险的核废料 即使反应炉规模缩小也无法改善 环保团体认为SMR甚至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核废料 不过学者专家有不同看法 跟传统的反应炉核废料还是增加的 有甚至增加5.5倍30倍到35倍 可能就是10%或者几个%的差异而已 甚至它可能会变少 因为它用的燃料它的所谓的浓缩度会比较高 使用的燃料的总量就会降低 所以核废料不见得会多 大概是差不多同样的等级 目前全球还有440座核反应炉 供电占所有能源的一成 2023年的联合国气候变情大会 旧坦炎核能在碳中和扮演关键角色 它可以维持它区域的供电稳定 最重要的是 这个是一个无碳电力 未来对于他们公司产品的碳足迹的降低 非常有帮助 如今全球很多科学团队都把核能新希望放在SMR研发 英国名车劳斯莱斯也获得英国政府2.8亿美元的补助 投入小型核电厂开发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美国的机会 尤其是美国的机会 海南昌江核电站 一座多用途的小堆 正在锦罗密国的建设之中 它的名字叫玲珑一号 玲珑一号是中国打造的第二座SMR 虽然过去他们第一座SMR 只运转了27小时就中断 不过中国预估 玲珑一号2026年就可商转 唯一可以看到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它已经盖好了 它在测试运转 但是目前他们的测试运转效果并不好 它还是有高度的放射性 所以它一旦遇到不管是自然灾害 还是人为操作的事物 它一样会不设外泄 危险度并没有降低 美国的所谓的核子海军 它在潜水艇上 它在航空母舰上的反应器 就是一个小约的反应器 海军使用的经验算上来 那真的几千个反应器 连没有出过任何大的事情 所以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 半世纪以来 永和派与反和派始终争议不断 无法取得共事 不过临近台湾的韩国 为了要发展SMR 也在积极严密修法 韩国之所以那么积极 因为它本身已经有它的所谓核能产业在这边 配合它核能产业的发展 然后它去修它的法 更有利于韩国未来在SMR这边 更快速的进展 甚至还可以外销到其他国家 核安会这边要做哪些安全屏幕 他们自己要先把这个能力要把它建立起来 事实上核能在台湾是个高度政治性敏感的话题 而台湾如果要建置小型的核电厂 躺在前面的会是法规 技术 人才 选址与核废料等五大挑战 或许它现在还不是最好的选择 干面的未来 这个能源选项 仍旧是取决于全民共事 在全球钢铁产业 一项被视为是排碳大户 而且根据统计 钢铁业一年会产生 3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占总排放量的9%超过了水泥跟化工业 但是更麻烦的是 在未来的30年当中 全球对钢铁的需求量 预计还会增加1.5倍 但目前钢铁工业的能源依赖性 仍有75%是煤炭 这个贡献了全球9%的碳排放产业 要如何迈向警铃呢 那到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那边有我们的高炉 顶着高雄的艳阳天 我们开进了中钢 未在小港的园区 管线蔓延又如迷宫 在炼钢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这些温室气体 是造成气候暖化的元凶 也是中钢无法摆脱的原罪 很难不看见显眼的 鲜黄色高压钢筒 这是全台第一座 钢化联产实验场 对照一旁老旧的炼钢厂 是走向静铃碳排的新契机 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钢卡图器 拉过来这边 然后经过一个简单的全处理之后 然后把里面的二氧化碳 去抓下来 炼钢过去只会造成 碳排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现在有了新的用途 以氢带碳来还原铁矿 第二个就是二氧化碳的捕捉再利用 第三个就是二氧化碳捕捉风存 那您提到这个钢化连产 它就是二氧化碳捕捉再利用 一年可以有4900吨的减碳量 根据公开资讯观测站 中钢是全台碳排第二大用户 占全台碳排量的14% 在不减产的情况下 就算节能或能源转型做得再好 也难以降低碳排量 透过和工研院研发的技术 有机会在净零碳排中扭转这样的劣势 把氢气跟一氧化碳合成成为钾醇的这个技术 另外把氢气跟二氧化碳合成成为钾碗这样一个技术 那钾醇跟钾碗都是国内化工业非常重要的原料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一个关键字叫做氢气 因为根据统计全世界炼钢的能源 仍然有75%是煤炭 而当前碳捕捉技术还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成熟 于是用洁净的氢气来炼钢 或许在未来能打开全球钢铁业的转型之路 从2021年瑞典生产了第一批零碳钢铁开始 这个200年历史的炼钢产业必须跟进 钢铁业改变的契机可能就藏在这一颗颗黑色不起眼的触媒里头 这是陈纳化工系名誉教授陈志勇的专利 可以把高浓度二氧化碳捕捉下来 加上氢气燃烧 再透过专利触媒吸收反应 可以转化成原本要用化石燃料才能取得的甲乙丙碗 透过这种做法可以有效降低碳排 内底触媒有别于国外的 国外这种触媒都是用白金贵中金属 所以说触媒不只效果好以外价格很低 不只如此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更在2023年登上杜拜气候变迁峰会COP28 向全球发表了净零新技术干式重组制程 直接把甲网和二氧化碳转化成 具有经济价值的升值合成器 也就是一氧化碳核氢被视为钢铁业的新解方 降中钢的话呢 合成器是用煤 用煤来做合成器 那如果我们今天能用这边来做的话呢 当然也有它的效果 不只你可以把CO2转化过来 把它活化变成一个合成器的颜料CO 那里面又产生氢 所以这样的话呢 对于中钢来讲可以减碳 如此一来透过氢气 把钢铁厂的排气转化成化学品 制成甲醇甲烷等绿色化学品 成为下游化工厂的基础原料 让化工原料不必再从外国输入 一个减碳一个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创造双云 走进厂房里头 所到之处摆满了钢卷 这家位在台中的马达铁心厂 已经成立一甲子 是中钢细钢片的最大客户 这里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我们中钢原料来的时候 我们来这里做原料的分调 从2025年开始 有超过512家企业得开始缴纳碳费 而钢铁业面对的 就是碳税海啸第一排的焦虑 因为从欧盟的碳边境机制 到碳盘查再到购买碳全 平均每公吨钢铁 可能增加12美元到15美元的成本 等同于新台币350元到450元 因此减碳势在必行 现在我们逐步要去更新的 就是这样我们的风扇 还有我们的后制程的 作业的压台的马达 还有这个高周波自年机 以前制程需要花四个小时 现在只需要一个小时 压住机则是做马达里面的转子 重要的机台 过去从吃油改成吃电 也节省不少碳排 在2023年成立的中钢碳管理辅导团 成了带领产业减碳的关键 他先到我们厂里 做整个碳足机的盘查 让我们了解我们现在所需要 说改善的制程跟设备 如果发现有什么制程需要改善的 中钢就会用自身的经验 帮助客户减碳 截至2023年底 已经完成22家客户的辅导 这里是我们的模具库 我们这里总共有七八百套的模具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 在现在的整个领域 可以很轻松地跨入了新能源汽车 电动马达 减碳让他们切入新能源领域 更无后顾之忧 2050年近零碳排浪潮 等同于宣告高钢架的时代正式到来 即使过去十年 中钢推动高达1654项的减碳方案 合计减碳量达到237.2万吨 但对于总加数近800家的钢铁业来说 必须共同打造低碳供应链 毕竟在这条减少碳排的路上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在1965年 美国知名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理查费曼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我认为没有人能真正了解量子力学 没有想到时至今日 这句话依旧可行 那是因为量子手术的围观世界 跟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宏观世界 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以至于有了平行宇宙 以及量子纠缠等理论出现 但是量子科技却在这几年 跃升为中美科技角力战的一大关键 更让全球科技热钱都涌入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量子电脑 它跟传统电脑不仅计量的单位不一样 计算的方式也不同 传统的电脑不是零就是一 但是量子电脑可以零跟一同时进行 还能无限的叠加 打个比方来说 一个就像单音乐器 另外一个就像交响乐团 而在2019年10月 Google全新研发的量子电脑 只花了短短200秒 就解决了全球最强超级电脑 需要耗时1万年 才能处理完的复杂运算 整整缩短了15亿倍的时间 而面对量子电脑风潮 台湾也绷紧神经 从台积电到联发科 再到鸿海跟广达 他们4年前就投入了这场 号称为原子幽灵的战役 而台湾能否有第一个量子电脑大联盟 解密量子战役 在您直击现场 现在的资讯世界 基本上是由零合一构成 为原是最小的资讯单位 但这种计算方式有极限 许多需要几百年才能解开的难题 有一种特殊的电脑 弹纸之间就可以解决 它就是量子电脑 量子电脑就像是科技界的新胜碑 为了抢夺先机 包含了美国 中国 欧盟 Google IBM 微软 全力发展量子电脑相关技术 各种新创团队也百家争鸣 看谁能先推出 能实际应用的量子电脑 谁就能称霸未来世界 不过到底什么是量子电脑 为了找到答案 我们来到位在新店宝高园区的 鸿海研究院 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能很难想象 量子电脑就从这里开始 这颗不起眼的金色小晶片 是量子电脑的核心 因为打造量子电脑的重点 就在量子位元的设计 与位元之间的操控 而这个晶片就是关键 那其实离子型就是抓住离子的技术 所以我们这样怎么样把离子抓起来 因为离子带电 原子没带电 所以这个离子抓住 其实是透过电极施加电压的方式 离子锦是发展量子电脑的 关键技术之一 鸿海集团成立的离子锦实验室 锁定的就是量子电脑中的量子运算 刚刚设计出来的离子锦核心 会先用这个软体去做设计跟模拟 这颗晶片真的这么厉害吗 要了解量子电脑就必须先从量子力学说起 量子力学的两个基本原理分为叠加态和纠缠态 和传统电脑不同 量子电脑使用的位元就叫做量子位元 相较于传统的零和一 量子位元最特别的地方 零和一可以同时存在 除此之外 量子位元之间还互相纠缠 无论距离有多远 它们之间的状态都会互相影响 简单来说 量子位元可以同时进行非常复杂的运算 那这些问题在一些实物上 比如说像金融化学药 就是制药等等的 都会有一些实质的收益进来 接下来的任务是怎么样改进这个离子影核心 那甚至于我们现在离子影核心 都只能够容纳比较少 比较少克的这个量子位元 那怎么样的设计 让它可以慢慢的扩展到一个 比较大尺度的一个量子位元的单元 这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因为随着电晶体不断缩小 难度越来越高 半导体最重要的材料细 总有一天要面对物理极限 而量子电脑可能就是突破 摩尔定律瓶颈的解方 这就是为什么鸿海要积极布局量子领域 量子技术能够像我们过去的半导体技术一样 可以走向全球 一定要成立量子国家队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 量子科技就是下一个世代的半导体产业 半导体发展就像马拉松即将迎来终点 因此卡位下一个世代的科技 台湾在2021年组成量子国家队 提出五年八十亿元预算要冲刺量子科技 我们来到位在清华大学前瞻量子科技中心 一窥量子国家队的秘密 这些东西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 就是要产生有这些量子特性的光 然后包括接收的时候怎么去分析它 不过台子上的管线和金属 好像无法和量子电脑联想在一起 但其实这正是量子加密通讯技术的硬体设备 分析或说解码过程里头 那最重要的会是一台非常敏感的 这个我们称作单光级的侦测器 目前网路上使用的加密方式是RSA加密演算法 许多复杂的密码难以破解 但量子电脑出现后 破解的时间只需要几秒钟 也凸显量子通讯加密技术的重要性 量子加密它不只可以拿来产生 或生成这些密码 它的敏感度是非常的高 因为它利用了一些量子的效应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测不准原理 或者这个不可复制原理 不但加强入侵者监控能力 而量子加密通讯技术 更是发展量子电脑的重要媒介 一个小型的量子电脑 透过这些所谓量子的网路的连接 那它们可能可以做到一台大型的量子电脑 可以做的事情 而量子科技近年来的竞争也白热化 各国纷纷布局 美国通过国家量子创意法案 投入37亿美元加速量子科技研发应用 欧盟展开规模84亿欧元的量子技术旗舰计划 日本则投入25亿日元的量子电脑研发 韩国更将在2035年前 市值230亿美元投入量子科学与科技 力拼成为全球第四大量子强权 中国在量子资讯上的投入高达153亿美元 野心勃勃要成为量子领域的强权 台湾已经落后其他国家将近20年 又要如何弯倒超车 我们现在的困难主要是 就是现在的企业还没有正式的投入 导致现在的一些量子技术的一些研发等等 都还是在学术界为主 量子革命正在急速发展中 而台湾除了政府召集的国家队 企业也必须积极投入 才有机会在这场世界级的竞赛中 急起直追 欢迎回到台湾新思路 在刚刚上半场的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提到一个关键字 碳就是这个字 将影响未来全球产业布局 而回到台湾 在2023年422世界地球日前夕 总统蔡英文曾经公开宣示 台湾将设立碳交易所 三个月之后8月7号 台湾探权交易所上路 一事之间探权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 就在2023年12月22号 台湾国际探权交易平台正式启动 端出了国际探权8.8万吨 总交易金额超过了80万美金 有27家企业共襄胜举 光是金融业就有14家 但这是国际探权交易 问题在国内直到现在 台湾都还没有制定自家的碳权交易模式 跟碳费价格 所以该卖多少没有人知道 目前只知道国内的碳费审议委员会 将在2024年第一季成立 届时才会决定碳费的费率 但在此之前 全台湾早就已经掀起一股碳权富翁热 连农民都可以简单来取得碳权 但是他们是如何认证的 而台湾探权交易所 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带您了解 来到云林能看到绿油油的大片农田 这里是花生稻米跟青菜主要产地 地上的白花菜已经长出菜苗 牧农四五十年的农民张俊华 正在施肥提供作物生长养分 把它的头用到伤的肥料把它盖掉 未来他打算把化肥改为有机肥料 成本预估提高四成 目的除了改善土壤提高收成 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减碳 因为油肌肥它能慢慢来改 改变我们的土壤 让我们的土壤 三成比较多的油肌肌出来 现在用油肌肥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种碳 未来碳权它也可以在国际上可以卖 为什么肥料会跟碳有关 简单说当有机物质增加 就能把碳封存在土壤形成天然养分 换句话说土壤健康的农地 不只能生产好作物 同时还能种碳 让农民取得碳权多一份收入 不过正门跟碳有关的生意 到底有多少收益 我们实际找到了碳权开发商 了解真相 按照我们土壤有机碳要增加的方式 去跟作 所以我们每一年就去比较 它 我跟去年比差了多少 所以那就变成它的碳权 我们可以拿土壤里面的 有机值 这很容易测 从土壤采样测量有机碳含量变化 台湾小农重碳采用国际验证机构 GOLD STANDARD黄金标准 预估每公顷农地可生产一顿碳权 今年各个小农它有多少的额度 那我加种起来 我要跟小农去先把这个碳权 让渡到我手上 那变成我代理他们去卖 转移到我手上 跟GOLD STANDARD去登陆 到2022年为止 全台有300公顷农地加入小农重碳 每年预计可生产300吨碳权 根据2023年3月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价格 每对100欧元来换算 预估仅有百万台币价值 即使业者透露 国际石油巨头壳牌 已经有意收购 但目前重碳的面积不大 而且要取得国际认证 要假不菲 农地重碳有没有经济效益 还是问题 这个未来还要有 很漫长的路要走 不是说马上种 马上就可以收获 因为它有可能是三年 五年才可以看到成果 不过当碳交易变成生意 从小农到一般民众 恐怕都得搞懂碳权 是怎么回事 目前国际认定的碳权有两种 一种是总量管制 由政府设定企业排放额度 当企业超过配额 就得额外购买碳权 反过来若排放量低于上限 就能把剩余的额度 当成碳权出售 另一种则是自愿性减碳 像是台湾的农地重碳 或使用再生能源 造零等方式达到减碳效益 减碳量经过国际单位认证 就能取得碳权到市场买卖 风力发电或是太阳能光电 产生的减碳 那种碳权比较多 森林碳权 湿地碳权 比较容易引发一些争议 台湾酒公司直接宣称 自己是碳权交易所 在网路公开贩售碳权 进入网页还能看到买卖需求跟出价 不法分子借此吸金上亿元 遭到地检书起诉 台湾在探权上面的市场是非常纷乱的 所以我们一直听到有很多的前客就说 我在东南亚那边有找到一块地 我种种树 然后那边探权 然后经过哪个国际机构认地 我就可以拿过来回来去做地检 基本上面这些事情 在国内的标准上面来讲话 其实并不符合 即使是国际认证机构 也不一定就有保障 就连全球最大的探权认证机构 Vera都涉嫌造假 旗下合法的云林保育专案 被科学团队发现 又高达94%是无效探权 国际品牌都受害 一旦它成交了 正是成交以后 要在联合国登陆 它要付2%登陆的费用 这个是整个国际上最正规的管道 也有很多私下的交易市场这些 它也不管联合国 但有人买就有人卖 就有人相信 为了避免企业砸大钱 却买到假探权 台湾探权交易所已经揭牌启用 目的是引进合法探权 不过企业到底怎么抵换 如何跟国际接轨 目前还是辱沙沙 现在还在规划 探权交易所还跟国际上的 比较有可信度的探权民间机构在协商 看以后怎么把探权引接到台湾来 还有企业大量购买探权 用来朴绿或是当成合资商品 导致碳价飙涨 不但没有达到减碳 还可能加剧暖化 欧盟已经提出反朴绿指令草案 专家也建议应该参考国际 设定探权抵减上限 国际上已经可以抵得有哥伦比亚 一个是南回 新加坡 新加坡是说百分之五 叫全部都可以抵得化 那大家都去买探权 那我们政府探位就收不到了 大家想法还是希望说 我们先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去减碳 去减量 减到你不能再减了 可能剩下那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那我再来去透过别人的努力 我去把它买过来 然后达到探中文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程序 碳交易市场规模预期将会超越石油 成为五年内最具爆发力的商品 但如果当碳成了企业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 而没有相对应的法规监管 那环境跟利益就难以在天平上被平等看待 或许您看到这里 会觉得探权依旧是个极度复杂的议题 的确在没有任何的规范跟准则之下 它不但不是化解产业焦虑的解药 反而有可能会促成金融游戏的风险 因为截至2023年4月 全球共有73个实施当中的探价制度 在2022年 全球的探价收入逼近了千亿美元 但从全球政府对化石燃料的补贴 创下了7兆美元的新高来看 碳价制度仍然无法有效减碳 甚至在碳权交易市场上 从2021年到2022年 更首度出现了萎缩 更不用说至今不确定性人高的台湾 但撇除掉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至少我们得先挤出减碳的空间 替未来存下额度 其中让二氧化碳 转化再利用的方式之为关键 新私务团队特地走访了政府到民间 来看看有哪些努力正在进行中 一片绿油油的翠绿景色 就位在国道三号竹山交流道附近 一旁还有溪流经过 看起来环境非常好 这里是位在南投竹山的 东普纳西木基辽生态园区 这边都是本土种 然后我们都有种的这些 所以我们这些 这里本来就是要做一个环境教育的园区 树苗的话 我们都是领务局 就是无偿供应给我们 那我们从那个小树苗 就过来种的话 它的育苗的状况会比 找那个沉木来种更好 可别小看布道旁的小树木 它们肩负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造领的减碳排行法 就是第一名就是我们的香丝树 然后我们种的部分 就是这个枫香 桑树 光蜡树 这个都是排名在前面的 没错 就是要利用这些植物打造成高固碳场域 还有民间团体来帮忙计算碳汇 这个地区树算原生种树还有可以保持碳坏的树有很多 那我们就开始就帮自和局做了一个 这种固碳量的调查 我们的胸镜池量胸镜 另外呢就用测距仪量树膏 那这样子它有一个自私的换算 不过原本是制水防洪的水利鼠 现在去斜杠变成了中暑专家 过去两年已经造零超过300公顷 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核体要具备防洪 防洋城或含洋水源 不过为了要知道怎么让植物护碳 完全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那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要原生树种 那另外就是说它是属于固碳量比较高的 以往我们在水利工程我们着重一个安全 那现在我们包括水利鼠都有推动 我们包括工程要减碳 所以我们在工程在设计上 也包括用绿色材料就地取材的方式 水利鼠预估30年投入360万元 除以总碳全预估值 每顿成本约3570亿元 但现在欧盟每顿碳权才3500元 几乎不可能卖碳权来赚钱 那为何还要做 在种树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落实政府的减碳的这个目标 而且我们透过原生树种的种植 也可以引进更快地来建立这个生态系 用种的不符成本的话 有不少企业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挤出碳权 我们来到位在桃园的显示器材料大厂 里面有着换取碳权的利器 这是我们的废热锅 就是这个主体 银色的设备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这个锅炉可以回收废刃转化成蒸汽 再提供产线使用 这一次回收设备 我们一年有拿到大概1500吨的减碳额度 相当于每一年有四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吸附量 我们自己的使用量 大概是少了将近25% 大概四分之一 可是如果我们换算成一般家庭的话 大概可以节省4000个家庭使用的这样 选下来的碳排放 一年就可以向环境部申请超过1500吨的碳权 比水利鼠造林30年还要多 虽然斥资6000万元来改善制程 但长远来看是必要的投资 节能减碳我们要先做到再去谈去买碳权 因为买碳权毕竟 毕竟说实话还有人在讲说 你买碳权就是漂绿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 我们要实质做到 依据温室气体抵换专案管理办法 企业或政府可以透过节能或固碳换取碳权 不过环境部从2010年推动到2023年9月 只有93件注册 通过层层关卡真正合发的碳权只有30件 共2437万吨 其实全世界这种碳权机制遇到的挑战都是 因为它发的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是严谨的 耗时耗工都是比较久的 所以说它的我们讲说申请成本 或产生探权的成本其实相度比较高 现在全世界都在往简化程序降低成本的方向去迈进 那台湾现在也正在往这一块去努力 试图要去克服这个问题 目前通过的专案 全是透过改用绿电设备升级等方式减少碳排 进而兑换探权 减碳的方法虽然多 但换到探权的案例相对少 这代表台湾要挤出探权依旧困难重重 也成为企业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 今天的台湾青丝路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